大家好 朱春奴 統計局公佈了去年3月到今年3月期間做的住戶收支調查結果 結果顯示全奧共有204,177個住戶 交五年前調查時增加近萬3戶增幅6.7 住戶規模交五年前縮小 每戶平均成員的人數由五年前的3.04人減少至2.83人 即是一戶平均三個人都沒有 至於大家最關心住戶每月的平均收入有多少呢? 這個收入是包括工作收入、資產收入 即是有樓收租、投資收入、金錢及非金錢轉移收益 住戶平均收入每個月是58,835元 相當高 較五年前實質微升0.4% 統計局說低升幅主要與住戶規模縮小有關 在住戶平均人數減少的因素下 人均每個月的收入即是剛才的58,000多 實質上上升了7.8% 有20815元 工作收入仍然是住戶收入的主要來源 佔整體收入6.7% 其次是金錢轉移收益佔19.4% 至於住戶每月平均消費開支是38,115元 和五年前比較實質上升1.7% 人均每個月消費開支13,484元 增加了9.2% 數字一出 不少澳門居民覺得很神奇 說我們家賺這麼多錢 賺成綠皮一個月 沒有這麼多吧 有些網民說拖了後腿 有些說收入不夠這麼多市民 是否可以由即日起帶齊收入證明文件 向統計局申請補差額呢 不過大家其實不用那麼緊張 兼甲認真 因為統計局這條數是住戶每月的平均收入 是平均 你知道澳門人有些收入很高 尤其是公務員 當然他們佔少部分 拉高了 自自然然我們這條數也拉高了 其實看回數字 每戶平均人數只有2.83人 即是三個人都沒有 雙職家庭兩夫婦都工作的話 其實有沒有差不多三萬元個月 應該大部分人都沒有 所以用平均數是否真的好科學呢 香港方面不是用平均數 根據今年第一季的香港統計數字 撇除外籍家庭融工之後 香港家庭住戶平均人數是2.5人 2024年第一季家庭住戶每月入息 他們用中位數才是3萬元 而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住戶 每月入息中位數是39,700 即是在香港一個家庭兩夫婦 出去工作的話 入息中位數每個人大約是2萬元 這個數就比較合乎現實一點 澳門就不用中位數 就用這個平均數 所以數字出來英俊很多 還比香港高 不過香港用中位數 橙和蘋果沒有得對比 平均數只不過是N位加起來 總和再除N位的平均數值 低收入人士 數會比高收入人士拉高 所以是否用中位數 即是取得中間值更加科學呢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好,這集先看一張支持 好,好舒適